粉丝骂包王打法太丑陋 包王是如何回应的 兄弟 我不知道什么叫丑陋 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个比很龟 你跟他打你就比得龟 包王打法被喷 打得太丑陋了呀 我们看对局吧 打的是这个和军 一顿摸一摸 然后直接抓一个前冲 这个预判还是很精准的 不是无脑的摸啊 他一摸的话也是会看对手的动作 然后做出反应的 继续摸 抠掉A 打掉对手的压制 继续摸 砸一个 好 这把刚跑距离够啊 偷下盘 互联 那你先投开铺地 拿下对决 吃跨那个群众啊 他也 喜欢讲究什么华丽啊 真正在上面格斗的人 他都是能赢则赢 想尽办法来赢啊 管你什么能观赏性啊 什么华不华丽啊 那个是小孩子才讲究华丽 成年人只讲究 胜负 归着着陆赚球 好 再一个 空血了 踢你了 跑不掉了 这一下已经是无处可逃了 就是不动哈 你来打我呀 打完就撤 继续直跳 就归角落啊 就归 后撤 就等你急啊 就等你AB 后边又是一个乱动 命中 心态被打炸了哈 好 看看他的小神奇猴子 能不能 发挥逆天操作啊 爆克器 哦哟哟 震惊准啦 喜逼的鸭子啊 绝杀 绝杀 一招必命 好 看一个 诶 诶 这一波一拉16A的时候 没有拉中这个站A哈 然后 因为猴子身位太低 反偷一个下盘 哦哟 这一把 有点变态啊 落地他是带着延迟必杀啊 猴子刚好过来了 你得不动啊 或者拉后才不会吃这个必杀 登记还是挺变态的 只能偷袭了 我也太远了 将杀了 好 这一下倒地 不太好 不太妙 后撤了 回家了 我回家了 气死了呀 地上打滚了 虽然是丑陋 但还真的挺实用的 好 关注修修 博弈走掉